盘点世界级的九大名将,他们影响了世界的进程,亚历山大先后统一希腊全境,进而横扫中东地区,不费一兵一卒,而占领埃及全境。 当凭波斯帝国,大军开导印度和流域,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占据其三,征服全境约五百万平方公里。 汉尼巴从托尼斯杀到西班牙,又千里迢迢杀到意大利,打得罗马共和国一败涂地,除了扎马一战,基本没败过,有人说他战略上犯了错误,西方人称之为战略之父。 贝利撒留拜占庭帝国统帅,他一生当中,多数战役都是以少胜度,罗马帝国的版图靠他恢复了过来,带着不多的军队灭北非的汪达尔,意大利的东哥特,东边又和波斯干,打遍三大洲,谋略手段超群,东罗马黄金时代的开创者之一。 卡利德号称安拉之舰,阿拉伯帝国的头号名将,当年雅木特河之战,率领有限的兵力横穿沙漠,千里越近,以以敌石,大败东鲁马军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可以说是阿拉伯帝国的奠基者。 撒拉丁撒拉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主要是夺取了耶路撒冷,使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这里的争夺,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此外,他使埃及重新成为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信仰区,夺取了叙利亚等地,使埃及和西亚广大地区重回到同一政权的统治之下,军事才能卓越。 道德品质高尚,撒拉丁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代表历史人物在世界范围内被熟知,离不开他在西方世界的声誉。 素布台成吉思汗的军事征服,主要还是局限在东亚虽有征服花拉子摩的战绩,但是一生主要的军事生涯是在蒙古高原和对西下,今的战争中度过的对西方直接影响不大。 当然他所创造的蒙古帝国的影响很大,但是素布台就不同了素布台,堪称蒙古第一名,将除了第三次西征基本上每次大战都有他的份。 第一次西征的时候,他就和哲别一起,一路杀到克里尼亚加雷加和,一战一少胜多,大破俄罗斯和侵查联军。 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祖布台,是实际上的主帅围攻基辅,克莫斯科,下两在灭亡了俄罗斯和侵查,里格尼茨会战痛间波兰,德国,杰克的联军,沙游河之战全间欧洲净旅匈匈牙利军队,以一千多人的代价,歼灭匈牙利七万精锐。 八一既得克索沃之战,八一既得林威受命,完胜巴尔干联军,再到尼克堡完报欧洲联军,把败战亭一直挤到黑海海峡边上,彻底打服了南斯拉夫人。 欧洲人眼睁睁看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开疆拓土愣是没辙,西方人称呼其为雷神之锤。 皮萨罗皮萨罗指挥一百八十人,征服一个人口约六百万的帝国,他是征服印加帝国的首要功臣,也是唯一和历史上最昭明的殖民者科尔特斯齐名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开启了西班牙征服南美洲的时代。 迈克阿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中最年轻的准将,后来又成为美军中最年轻的少将和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 他是唯一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美国将军。 同时,他也是对太平洋地区影响最深的美国人。 在查塔努加战役中,他所在的团兵力损失达百分之四十,所有的骑马军官都已经阵亡,只剩下麦克阿瑟副官。 他在战场上左右奔驰,集结队伍,重边热连人员,灵活勇敢地进行指挥。 终于将团七插到了米申七山顶敌防御攻势之上,而获得国会荣誉训章,在菲律宾打了好几个胜仗,成功防守了马尼拉。 接着麦克阿瑟将军又经过十几次浴血奋战,全面控制了菲律宾。